自從人類有了社會科學以來 科學與知識就佔據了人類的心理 進而科學與知識就成了統治人類的工具 使得人類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敬拜神 沒有更多的用力條件去敬拜神 身在整個人類心中的地位越來越下滑 人類的心中沒有身做地位的世界 是黑暗的是沒有期盼的是虛空的 隨之而來許多社會科學家 歷史學家爭執家 新奇來發表他們的社會科學論 人類進化論 等等這些與神創造人類的真理 而相違背地輪掉 來充實人類的頭腦與心靈 相信神創造萬有的人 相信神創造萬有的人 越來越少 而相信進化論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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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神做功的紀錄 與神在九月時代的說話 當作神話傳說和對待 神的尊嚴與神的偉大 在人的心中淡漠了 在人的心中淡漠了 神的存在 與神主在萬有的心跳 在人的心中淡漠了 人類的存亡與國家民族的命運 對人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人類都活在吃喝玩樂的 虛空世界之中 很少有人主動尋找 神今天在哪裡做功 神怎樣主在安排人類的歸宿 不知不覺中 人類的文明 越來越不能入人圓 神知有好多人覺得 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活著 反倒不如 那些死去的人快樂 就連遺忘很文明的國家中的人 也會這樣抱怨 也會這樣抱怨 因為沒有神的代理 哪怕統治者或社會學家 都交進導致 來維持人類的文明 也許 也是 無盡於事的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 填補人類心中的空虛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 填補人類心中的空虛 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能 做人的生命 做人的生命 任何的社會 乱跳都不能 使人 擺脫空虛的 困擾 困擾